被视为救命药的新冠一号 去年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 中医全联会以及各医学中心的合作下 由实铁药方组成 并证实对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有效 而幕后推手是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苏毅章 他说17年前台湾爆发SARS的时候 高雄长庚医院的医师 因为接触病人呕吐物不幸染疫 当时中医界便以中药加以治疗 结果意外发现效果不错 因此曾经有过建立标准处方的想法 但随着疫情获得控制而作罢 直到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17年前的记忆再次被唤醒 最后在各方合作下 终于成功建立一套标准配方准则 2003年全台面临SARS疫情风暴 当时一名高雄长庚医师 在治疗确诊者时不幸染疫 但最后靠着中医与西医合并治疗 获得痊愈 所以张当时是中国医药大学的教授 这才精觉原来老祖宗的智慧得以运用 因此萌生建立标准处方的想法 但随着疫情很快控制而作罢 直到去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17年前的记忆再次被唤醒 当时其实也很幸运 整个SARS疫情在2003年的5月下去之后就消退掉了 但是当时分阶段治疗的资料 其实也已经送给了较长 做了一些规划 后来就停止了 这一次其实是把2003年的经验的通信拿出来 根据这一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和特性 做了一些修正 这铁药方在300多年前 明代出版的《婚疫论》已有记载 所以张结合老祖宗的药铁精神 以及2003年Consultz经验进行调整 清冠一号正式诞生 去年初在台北三种展开首次临床试验 效果很好 不但三彩因天数缩减也没有副作用 最后20多人康复出院 但新一却提出质疑 认为至少要建立科学标准 所以张便联合中医师全联会 各大医学中心投入研究 最后成功建立一套标准剂量 在以前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国内每个大学团队 很多人员大家都不断着熬夜加班 只有大概在实验室里面 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把包括纸糊糊 也就是成分的控管 然后生物或计测试都完成 重要在这个COVID-19的 这个轻症患者 绝对是非常有效的 那对于重症患者 我想这个独统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其实要做药物上的一个加减 根据他一些比较微重症的一些症状 然后再去加减一些药 加重一些药的剂量 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疗效 清官一号被视为是救命药 能够阻断病毒感染 抑制细胞激素风暴再现 但本来实铁药方只公开给全国医疗院所 没想到却意外流出 造成坊间乱象 不但有假药方出现 甚至有民众私自抓药 一开始并不是公开 我们是在医师的教育推荐之中 希望在责任医院中 中心可以合作照入病人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领床治医 不是给民众用 而是给医生使用 不知道什么样的机制 它就变成了进到了一个 我们网路上 维基白科商公开来呈现 钟医师强调 没有症状的患者 千万不要乱服用 不但没有保健效果 反而是有害健康 清官一号是一个有效的一号 但是它主要适用在于 有症状的时候 尤其是呼吸到症状的时候 当你的周边 像是像大台北地区 现在有万华事件 这些一天三四百 三百例的案例的话 你要吃抗毒汤 这个抗毒汤 当你接触少量病毒的时候 可以把病毒排除 由实铁药方组成的清官一号 来自于老祖宗宝贵的智慧 加上现代中医师各方合作 终于成功研发出抗疫药物 但毕竟这是处方药 多吃五亿 千万不可私自抓药 以免出现反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